出這本書的目的 真的在我創業這十年當中 真的 我覺得書是我最好的朋友 因為當創業的時候 你碰到困難的時候 當你碰到挫折 你不曉得跟誰說 當初我老公是不同意的 所以也不能跟老公說 不然他會叫我不要做 那如果跟 也不能跟員工講 因為跟員工一定要講正面積極 所以當你碰到挫折的時候 那當時我也沒有朋友 我真的這十年來沒有交朋友 都是我的顧客 我的員工或者廠商 所以記得我在三年前 到佛邦大學院議員議員的時候 我上台做新同學的介紹 然後我就跟同學說 大家好 我叫余總 然後我同學說 你姓余 名叫總嗎 我說對齁 就突然間已經 我說我這十年真的沒有交朋友 然後接觸的就是廠商 員工 顧客 他們叫余總 我記得還有一個人 接觸圖報的主編 壁發姐 在兩年前認識他 然後他說 我又不是你的員工 我為什麼叫余總 那我覺得是要分享說 其實真的在這段時間 我很專注在我的事業 我很專注在我的工作當中 但當我碰到錯的時候怎麼辦 我真的就是看書 我真的就是看書 舉凡國內國外的一些企業家 像國內的王平 還有國內的鴻海 張忠宏 這些大企業家的書我都看過 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包括國外的道勝和夫 國外的星巴克 這些書我也都看 所以國內國外的企業管理 也只要有關企業管理 我從大企業管理 我一定看 那看完之後 就現學現賣 就看了 然後就趕快用到我的工作上 真的是這樣 然後就是把人家的成功的經驗 然後用在我的工作上 包括說後面的一些加盟 也看到說我們的精華飯店 他們在幫人家帶回管理的時候 他們是怎樣做管理 那我也打用在我的美容上面 所以因為這樣子 書一直是我當中的一個老師 我也有書 那後來 當我也不會面臨我人生的低潮挫折 我也是找書 找勵志的書 然後哪一句話可以讓我勵志 讓我可以再站起來 再有勇氣再往前走 所以一直以來 我覺得書 是我的很忠實的朋友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才在一年前想起說 那我是不是把我的過程寫出來 讓人家可以分享 把這個經驗 包括說這幾年來 也是一直幫助別人 在我們留屆很多經營品質的店 所以其實人生碰到挫折真的是好事 我覺得個人覺得碰到挫折是好事 因為可以有讓我機會學習 而且能夠感同身受 如果十年前沒有那種感受 我不會想說幫這麼多女孩的店家 因為這樣子我覺得真的 所以每次都碰到挫折 我真的覺得都好 我記得我是佛光山的弟子 幸運大師說什麼都好 什麼都好 所以好 壞事也是好 好事也是好 那我一直秉持著這樣的精神 所以我覺得 反而挫折到壞事 是讓我們可以學習 更精進的一個機會 那所以我出這本書 真的最主要動作是希望 因為書裡面如果有一句話 或一件事 可以幫助到人 那這是我最大的期望 那記得在書上次沒多久 就有我們的客人就拿著書 然後給我們主管說 可不可以請他給我簽名 因為他的孩子正在住院 出車禍 希望我們給他鼓勵 我當下聽了我很高興說 我當時的願望就退出實現了 包括剛才還有一個讀者說 看了這個書要上來 要聽這個影響 我真的很高興 因為只要裡面可以幫助到人 就像當初只要從書裡面 可以得到力量 然後讓我再贊錢 所以才會想說 把這本書跟大家分享 那真的非常感謝各位 其實一直以來 我覺得真的工作的價值 就是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人 那所以才會不斷的 尤其現在我們有夢的第十年 其實這十年我覺得就是一個里程分 那其實很多記者問我說 欸你成功的經驗啊 其實對我來說 我一直都覺得我還沒成功 我說你不要跟我講成功 我還沒成功 我覺得還是幫助 抱著當初的那種心態 我現在還是每天在看書 每天在學習 那希望說在未來的十年 我們以後要怎麼樣 可以幫助更多的增加 那所以內部的自動 要怎麼樣再更完善 這些都是我後續 陸續的不需要再充實 真的非常感謝各位同學 你們參加 真的在那麼美的當中 真的很感謝你們來到這裡 那其實希望各位呢 如果覺得這本書有對你們有幫助 我會很開心 那祝福大家呢 你們都天天健康快樂 天天都發財 然後大家吉祥名 謝謝你們 謝謝 我們邀請的是 資深知名的音樂製作人 我們有請李雲林、李小姐來 為我們說說話 謝謝 大家好 剛剛余總講到說 她創業十年都在忙工作的事情 而且其實她還有三個小孩 然後呢 這十年都沒有交了朋友 我呢 非常榮幸成為她 第十年開始的新朋友 所以我今天來到這邊 簡單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1985年離開國立藝專 大華的同校校友對吧 然後我從古典音樂圈 轉到流行音樂圈來 先從幕後的和聲開始工作 然後跟很多就是 線上的大排藝人們 幫他們編和聲唱和聲之類的 一直都在幕後 然後一直到 95年 我自己 30歲的時候生了孩子以後 我發現真的 那個地心靈力 是不可抗拒的事情 無論你再怎麼樣注意飲食 再怎麼樣保養 那個不可逆的事情是太可怕了 但是 因為帶小孩嘛 沒關係 就反正就是跟小孩一起玩啊 沒有人要求啊 沒有在職場上 沒有被看見 無所謂 到了45歲的時候呢 孩子大了 我覺得 唉唷 我該自己為自己打算一下了 所以我開始 我覺得 我應該要從幕後走到幕前來 那 每天在家裡 不知道為了什麼 憂愁她非常圍繞著我 那個憂愁就是一直繞 就很莫名 就覺得 到底是哪裡不對呢 對 我喜歡音樂 我一直投入音樂工作 不管 收入高不高 有沒有 這一次的case有沒有 有沒有費用 我都還是去做 因為我太愛音樂了 可是 我45歲 決定要走到幕前來 我不能還是邋遢的樣子啊 那怎麼辦 我女兒就建議我說 媽媽 你去試試看塑身嘛 就很妙 講了沒多久 一個禮拜以後 我在我們家信箱街 到美夢成真敦南店的傳單 他傳單很吸引人 就是一個很美麗的S曲線 我就看著那個傳單 我就 嗯 我來試試看 就直接 嗯 配成這樣是很好的 以後我就去了 先用體驗架 很好 888做體驗架 那天做完我就覺得 我要 那天那個英里在裡面 他是見證人 第一天參與的時候 對 我覺得這個店怪怪的 其實 怎麼說呢 他們 有點很像那種很殷勤的直銷人員 會一直跟你分析這件事情的好處 一直希望你買課程 我想 第一次就要這麼努力的這樣子 給他貢獻下去 我想 嗯 你們會不會太 突出太厲害了一點 我說 慢慢慢慢 慢慢一點 等一下等一下 慢慢講給我聽 於是 在第一次課程裡面 我其實是有一點點戒心 我想說 嗯 他們這種 SPA店 一開始都會框人家 什麼十幾萬 我可能沒辦法承受這件事情 沒想到 他們的音音勸說下 我了解到他們的用心是 他們真的希望我變好看 他們知道他們的手機 他們的技術 他們真的可以讓我變成 我想要期待的樣子 於是我先買了食堂課程 然後 也很 也很棒的 就是想辦法讓我 用比較便宜的價錢 可以 這樣 願意相信這個企業 好的 買了食堂課程 開始 兩次 一個禮拜兩次 很積極的去 因為我想說 我要再到貨前來 我必須要好看 六人積極的去 我本來沒有妖的 我今天故意穿這樣來 是要讓大家看看 真的有效果 郭先生 你的支持是完全正確的 不只造福了一個 很成功的女性企業家 造福了另外一個 這個 你知道 中年想要創業的女人 對 那更奇妙的是說 我後來 今年認識余總 多一點以後 我才知道說 我自己其實 我的公司 我離開 我之前 沒有做自己公司之前 我是在友善狗 唱片公司 友善狗 後來他是 三億賠掉的 之前的先生 我現在是個單親母親 那 04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還是必須要自己創業 因為我太愛音樂 我不能一直去等人家的案子 我必須自己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主動的跟不一樣的企業做連結 因為其實不管怎麼樣 生活再怎麼樣 我們都需要音樂 我很願意為音樂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 在04年 我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說起來 美夢行人也是從04年成立的 十年走到現在 我太慚愧了 真的 比起我想可能是 因為自己是 一直是學藝術的 我不太懂商業的事情 剛剛在等待期間 也聽幾位 棄事業有成的 神輩 他們 賺錢之道 我就覺得 我那好像是一個 我聽不太懂的一個行業 於是我想 我後來就理解了 可能老天爺就是 要我們做自己善成的事情 我就做我會的情就好 我只要開心 然後其他東西都會隨緣而來 所以我也沒想到 我會認識一個有32家 人所經營的 是一個等女企業家 然後成為他的好朋友 我相信余總的朋友 我未來都會是我的朋友 今天除了 用我實際在美夢成真 換到的好身材 來跟大家分享之外 我真的要更感動的是 就是余總他除了自己成功之外 他更想要幫助更多的人 除了自己員工之外 照顧員工之外 他還希望照顧更多 社會上弱勢的孩子們 那我們剛剛也在聊說 其實可以找一些戲劇系的朋友們 去跟這些育幼院的孩子們 做一些互動 設定一些活動 讓他們不管是什麼 其實大家可以及死管理 最後一句話 就是說 我希望 就像書裡面 余總自己的希望一樣 是個永續企業 百年的企業 因為這個 核心的概念太好了 就是 自然的人體經絡的 調理身體的方式 除了讓身材外在好看之外 它是從理而外的健康 非常推薦美夢成真這個企業 希望在座女生都可以去體驗她的 給你帶來的幸福感 謝謝 謝謝 要邀請的是 風琴學員的總經理 劉萍總經理 上台來舉止 有請劉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劉萍 各位在座女學的好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 我來得近 我終於想要講什麼 我朋友說 你以為要讀書啊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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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一翻 就翻到一個 創業學 那只要創業兩個字 我就覺得 你也曾經在沒有人手 哭過 我說不出來 你說不出來 你也掉過頭寸 我說也是 有人叫你不要做對不對 我也是 因為我也是個創業的女性 那我現在在座女學 就是 擔任教學的工作 跟展驗工作 那 剛開始的時候 也是很多人跟我說 你說功夫也做得好好的 下來做什麼 你要不要工作 你不做 你每個月你在做的 把自己搞的這樣子 那我心想 是啊 為什麼要把自己搞成這樣 我是怎麼樣啊 就是 一年兩年三年多年之後 我就發現 原來 在你 當你以前在做不服人的時候 是你一個人可以完成你的夢想 可是當我在做教育訓練的時候 我可以讓一萬人完成他的夢想 我覺得這件事就變得 十萬倍的一倍 我相信 我相信麗雪也變得一萬的感情 麗雪我覺得你很棒 說真的 我有很多粉絲 但是今天 我是你的粉絲 所以 我的粉絲 通通都變成你的粉絲 那我今天有什麼 別的話要說 就是 You give you a heart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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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 團統會總監李大華先生 來為我們致辭 有請 今天要介紹中董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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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我們的美夢會成真 今天其實我富裕的使命 本來想說 我現在身份在藝人銀行擔任總監工作 在人銀行來看 就是求職端還有企業端 怎麼樣能夠讓對的人進入好的企業來工作 那在這本書裡面 我們看到鋼鐵鑫瑩一種才學 我在裡面看到很多 那當然我是做電視工作很久 所以我想說 在這個談話的同時 我給大家 第一個先給大家幾個畫面 那一個畫面 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們出國寶級的那個雕刻家朱銘 朱銘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雕刻 是有一車的柴火 前面有一頭牛在拉著 在櫻子上 我們就是哇 這倉盡有力 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封號 但是他很有這種利與美的結合 可是如果我們想說 這是車子上的柴火 代表是一家公司 如果前面的拉著那頭牛 是我們一直推崇著 我們是台灣牛的精神 這個老闆這麼有勁 往前拉 我們就想下一個畫面 他會很累 他會不會流汗 那流完汗以後 這些柴火會不會自己走 會 或是可能不夠太長的話 都往倒退補 就我們的心字一樣 下滑了倒退16年 就變這樣 可是我們在這本書裡面看到 不一樣的場景 我們現在呢 再給大家另外一個畫面 就 現在很多人有一樣寵物啊 不管是小貓還是狗狗 我們都視為 比家人還要親 所以我接下來這個畫面 感覺的就跟一般的 這個狗狗不太一樣 我們就要說 在這個北方寶 北極圈愛西摩族 他們最好的朋友就是 對不對 雪橇犬 那他們在出去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 有時候 這個父親在訓練孩子 在走苗路的時候 不但是要訓練說 怎麼樣走安全的路 不會有冰掉進去 還要怎麼樣跟你的這個 前導的車隊 這些狗狗們 表持非常好的默契 他們沒有用鞭子 用口號 用喊的 叫我名字 他們都聽得懂 都知道 這是完全合在一起的訓練 所以沒有一些人的動物 標準的名包物語 最高境界 所以我在書裡面 和大家講 大概這本書上來 其實我 就像剛才 原講的一樣 或是劉皮說的一樣 隨便翻頁 你會看到很多 適合自己在執掌上的部分 那我從一一人民行的角度來看 現在我們也在看 歡迎大家說 求職以外 還要創業 還要加盟連鎖這些 都是很棒的 包含我們的事業題 那在創業過程中 這裡面有講到 我們要學會溜冰的時候 你要先學溜得快之前 要先回車 先回停車 所以先要研究說 到底一個七個體 它失敗的最大原因是什麼 然後它成功最大的因素是什麼 然後這裡面 其實真的都 我們所講的很像 也就是四個一 第一個一代表說 我們一定要讓企業賺錢 賺錢的企業 第二個一 就一定要幫遠投加薪 對不對 因為這樣大家才會有這個一起的感覺 那第三個意思 想要加薪的員工 他一定要自我長 一定要學習 那不會每個人一視同仁 好 那最後一個意思就是 我們要回饋給我們的顧客跟社會 回饋給我們快樂 所以我們在這邊看到說 第一個 余總臺呢 他的例子就是說 我現在呢 開創事業 我要先學會 怎麼樣 能夠不會結束 不會結束你們的因素 就是擴充太快 所以一個人在 學拉雪桃拳的時候 如果說 兩列車子 你就一個人在拉 那個時候 你會發覺你很容易就倒了 所以呢 我們要先 站穩腳步 那第二個就是說 怎麼樣 能夠把我們的心理 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越做越快樂 那就是 在公司裡面 在集團裡面 教育訓練 是最重要的 所以裡面 非常好的手法 都是教育訓練出來的 所以 在這個一個企業體裡面 我就發現說 在裡面還有很多的 像是 他的Destpoint 他的原則 他的機率 都在這本書裡頭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也跟大家分享 在職場上面 其實我們每個人 自己雖然在做為工作 但是也跟創業一樣 自己當自己的老闆 那接下來我想談的 就是書裡面也有談到的 有這樣的意念 就是老闆管理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畫面 我今天好像打點叫好 因為沒有電視 我在說畫面 我們再回到那個雪橇的畫面 我剛剛有提到說 這位父親在教他的孩子 怎麼樣駕馭雪橇 所以真正的大老闆 其實不是在前面拉車的那一頭 非常旋轉的牛 而是在後面教導 他的屬下 他的孩子 怎麼樣去駕馭 怎麼樣去很順暢的 來做這個過程 所以老闆是站在後面的 所以在老闆管理方面 我們知道要管好老闆 大家常常講說 你也是家董好朋友 這樣大家認識 郭董 哎呀你要去紅牌 我跟你講真的很好 你要有心理準備 你不能有三支電話 二十四小時不能關起 隨時接到電話 那什麼方式 最能夠讓郭董他不吵你 就是你二十四小時打電話給他 你跟郭董事業也有接過 早上說的是我下午一半晚了 他隨時會接到你的電話 他就不會再散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在老闆管理方面 你要當老闆 你要當總裁 你要先知道說 你要怎麼樣訓練一些 可以管理你的老闆 我寧願被管 所以我站在後面也可以交別人 他做得非常好 我看到做不好 我可以隨時知道他 所以這就是這本書的精華 鋼鐵心理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優雅的態度 我們剛剛看到 你看這個王建銘也好 林書寶也好 哇 三個月頭那麼帥氣 突然就還可以這樣 嚇一下對不對 但他投球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畫面之後 你就要想到說 台下十年功啊 所以非常的折磨 這個部分我們看到 任何台上的名模 各方面 你看這個姿勢這麼的優美 這麼的帥氣 支持他的是 他練得很有腹肌 練了很久的背肌 這些都是平常我看不到的 所以就是時間管理 我在這邊短短的時間 我再分享一個 我自我的一個概念 在書裡面 我也看到了 就是成功的人 你要做很多事 忙不完的事情 那但是呢 一個人一生 只有兩件事情要做 一件事情叫做 該做的事 那一件事情呢 叫做想做的事 如果你碰到時間點的時候 你每次都先做該做的事 你是成功主 成功的人生 但如果說碰到一個時間 你今天很緊迫的時候 該做的事你不做 你就一直想去做想做的事 那就很糟糕了 那你就一定會delay 那事情就做不起來了 那最好的情況呢 就是 像一種台這樣 他該做的事啊 就剛好是他想做的事 所以每天呢 他就看三 一個禮拜 三到五本書 所以如果看一年的話 我們就算四本好了 算五十個禮拜 就有兩百本 所以這本書呢 我們看到 如果說他在寫書的時候 把他 這個不要說 從到現在幾年 看書幾年了 我們就要算五年好了 那就有一千本書的精華 加上自己的意識 還有他個人的經驗在裡面 所以是非常值得大家拿來 買書送給所有 自己系列的好朋友 那說到這邊呢 當然我要提一句 招呼魔術其實給我買 那給我聽 哈哈哈哈 好 那當然在這邊 我也跟大家分享 在網上有看到一個故事 他講的就是說 一人到天堂的時候 這邊有兩個問題 決定你要往哪邊走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這邊快樂嗎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幫助別人快樂 如果這兩個問題 到十一很久 在電影裡面 你們也看過這樣情節 那十一很久的話 你可能就真的 你就往那條 越走越下面越下去了 就是說今天你為了兩個人 YES我很快樂 而且我幫助很多人快樂過 YES 那你就往天堂上走 那我相信吧 我們其實 人生就是這樣子 我們成就一段時間 是快樂的 你幫助別人快樂 這兩個問題我相信 羽衝 還有看過這本書 其實所有在場的朋友 都會回答YES 一定是的 在這邊我最後呢 祝福大家 祝福宇宙 111嘛 還是4個字 第一個就是我們做事情 要學整數量 一鼓作氣 你如果一鼓作氣呢 一定是開始的一帆風順 在過程中 碰到任何艱難先阻 隨便翻頁看一看 你就可以一目堅持 最後大家做生意呢 一定是祝福大家 一本萬利 謝謝